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啊 继续和朋友们说说准够篮球 那看一视频 如果也支持我的观点 记得帮忙点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那么今年的CV呢 20支队伍啊 到目前为止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补免冠军辽宁队 可以说是有得就有失 另外呢 比较关注的对象就是山东南南 今年的山东啊 可以说是有突然崛起的味道 因为呢山东队的队长啊 陶汉林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了动态 展示出了他对于球队 现在的满意程度 而陶汉林呢 之所以啊 也是有如此的信心啊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在于山东队 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步枪 永久的牵下了高士岩 就是全面崛起的关键所在 那高士岩呢 今年夏天和山东队的签约工作 也是起起伏伏 不管啊 好在过程 虽然取责 但是结果仍然是达到了预期 作为眼下 联盟当中 能力最为出色的后卫之一 高士岩的加入 意味着啊 长期的困扰 山东队的短板问题 终于也是解决了 那加入山东队呢 对于高士岩本人来说呢 完全也可以称得上是 名利双手 在完成了此前的B类合同之后 高士岩呢 就会得到一份此前啊 想都不敢想的顶星合同 要知道啊 在辽宁队 高士岩就算排队 也要排到猴年马约 才能够得到顶星啊 而如今呢 在山东队一步登天 高士岩呢 必然能够信心十足的 帮助山东队向更好的成绩 发起虫子 那高士岩呢 在山东队的两年当中 既证明了自己 又帮助了球队 那也正是因为啊 这两年的时间的考察呢 山东队才确认了高士岩呢 是球队一直苦苦寻找的 后方大脑 连续两个赛季 场均贡献13.6分 6篮板 7.6助攻 2.3强盾 完全可以称上升一名啊 全能的战士了 即便呢 进攻端的稳定性啊 相对的交叉 但是呢 他的防守 以及盘活能力 确实极为的突出 因此呢 从中恨的力而言啊 高士岩绝对也是能够在 联盟后卫当中啊 排名前八的 下赛季 高士岩还成为了山东队的副队长 正是加入到山东队 也是立马呀 受到了肯定 由此可见呢 山东队啊 一次想要激励高士岩啊 扛起球队的众人 还是尽可能的 给高士岩一切 能够给到的龙女 这一点呢 山东队也是做的 极其的高明啊 避免出现乖伦和辽宁队 那样的纷争了 高士岩呢 在联盟当中 也是闯荡了七个赛季 但是啊 真正在辽宁队效力啊 却只有四年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呢 高士岩也是被租接到了 吉林和山东的三年的时间啊 都是巧妙的避开了 和辽宁队的重冠军 由此呢 可以看出 高士岩和辽宁队呢 并没有太大的缘分 那一时以来呢 由于郭艾伦和赵季伟的表现 太过的强势 高士岩啊 即便在辽宁队效力 也只能够是 当做一个小跟班 那换句话说呢 因为赵季伟和郭艾伦啊 高士岩将永无出头之日 因此加盟山东队啊 能够受到球队如此的重视 小高呢 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幸运儿了 在高士岩 租接到山东队的两年当中 可谓是一名惊人 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 甚至啊 还陆舍到了国家队 如果小高过去几年 持续地待在了辽宁队 最终的结果 也只能失成为一颗 待在角落当中的民主 虽然小高和山东队啊 都得到了赏药的一切 但是对于辽宁队而言 仍然是极大的损失 近几年呢 辽宁队虽然培养出了 众多的后卫 但是啊 却都没有一个人 能够挑起球队的大量 因此辽宁队的后防啊 仍然只是依靠 郭爱伦和赵纪伟啊 强力的支撑着 第三后卫啊 完全也是没有左落的 因此呢 辽宁队为了2500万 就将高士岩卖掉 杨明后悔 一成必来 其实呢 郭爱伦呢 是已经步入了2010年 谁能够接班国少呢 目前为止啊 伦乱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收纳这里 记得帮甜甜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